雷军一开始便强调要对标苹果 他在发布会还透露玄介甚至在有些地方干翻了苹果 具体怎么说呢?不妨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 小米此次发布的芯片采用了先进的第二代3nm工艺制程 这在业内一属顶尖 他提到小米的目标是打造具备第一梯队水平的处理器 甚至曾经设想能否对标苹果的A系列芯片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虽然这似乎遥不可及 但雷军表示,如果不去试一试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赶上 谈到成果,玄介芯片的安兔兔跑分达到了300万分 进入第一梯队 尽管他坦言跑分并非评判芯片实力的唯一标准 但这也足以体现其性能的强劲 在技术规格上,这款芯片集成了高达191个晶体管 与苹果新一代芯片的规模一致 展现了小米在新技术上的突破 在CPU架构方面 CPU包含二颗超大核,四颗性能核心 二颗能效大核和二颗能效小核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双超大核的设计 雷军坦言这是借鉴了苹果的先进架构 这二颗超大核采用了ARM最新的X925核心 比上一代性能提升了36% 主频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9级赫 这个频率在当前移动芯片中处于领先水平 为整体性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从实际表现来看,玄界里的单核性能已经突破3000分 多核得分则达到了9500分 这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苹果的最新芯片 虽然雷军承认单核成绩上与苹果仍有差距 但他表示这种表现已经相当不错 足以支撑高强度的使用场景 比如大型游戏和多任务处理 在能耗控制方面,雷军同样给予了极大重视 他指出苹果一直是行业的能耗天花板 而小米通过优化架构与调度策略 已经在多个关键场景下将能效表现做到了 非常接近苹果 发布会现场展示的能耗对比图也表明 在峰值性能下,小米芯片虽然稍逊于苹果 但差距已非常小 而在持续性能输出方面 雷军自豪地指出四颗性能核心的表现已互相上下 意味着游戏体验已经可以与苹果相媲美 在日常使用场景下 悬界通过能效核心承担中低负载任务 进一步降低功耗,提高续航 达到了流畅、省电、不发热的目标 雷军特别强调 这种体验优化对用户而言同样重要 因为大多数使用场景其实并非高负载 GPU方面 配备了ARM迄今为止最强的图形处理器 小米在初期研发时信心不足 于是直接堆砌了16颗GPU核心 结果却万万没想到 效果还不错 在曼哈顿3.1测试中 小米GPU达到了330帧的表现 而且功耗比苹果低了35% 这在移动图形处理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同时小米还引入了GPU动态性能调度技术 实现根据游戏负载智能调频调速 提升游戏流畅度与续航表现 在玄界上 我们看到了科技企业 不仅在奋起直追 更在部分领域实现了突破 这不只是一次芯片的发布 更是一场关于自主创新 技术理想与产业信仰的宣言 雷军用他的方式 讲述了小米芯片的第一站 那么你对这款小米自研芯片有什么看法呢 开放购买时是否打算支持一台新设备 不妨把你的独特见解 分享到评论区 与大家一起探讨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点个赞 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内容的更新 也欢迎关注我们 这里是私赞 分享数码前沿信息 偶尔写写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